接着呢 我们要自己来玩一下 抢答 这个我们用MQTT 就可以来玩 其实现在有一些线上的 也是类似的机制 那为了让大家先体验一下 所以我请大家 你到我们简报82页这里 你帮我先加入 这个叫做OHA云端教室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 因为你们在电脑上的话 比较都可以 手机其实也可以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 按下这个超连接 那就会出现右手边这个画面 你可以直接用访客的方式就可以 当然如果你愿意 也可以直接用Google账号注册 通通都可以 好不好 请你先加入 那我来这边先等会一下 我看一下 看谁 有加进来的 我这边就会看到 简报的82页 简报的82页那里 好有一个同学进来的 好这样好了 我把这个连接复制一下 好我贴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 好两位同学进来了 有没有 这个也是我现在平常就有在用的这个上课的工具 其实像这种平台 我们现在国中小高中值他们也在推 就是因为接下来中学以下的他们都是生生用平板 那老师呢要跟同学在做互动 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好有五位同学进来的 有没有6位7位OKOK 好那不管你用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反正进来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我们要做的是叫做抽人对不对 那这里面呢 不是抽人啊 我们要做那个抢答 那我们在那个会不会比特这边 等一下我们会去完成类似的功能 就是这个抢答 但是我先让大家体验一下课堂出席 各位你看你参加我们这个创课基地的课程 是不是要做一个迁道 那我现在在教室里面 我的迁道就不是用这种方式 来我开放一下来 同学出席 好给各位一分钟的时间 你看一下你的画面 有没有签到 因为我现在的课都是混成的 也就是有现场的 也有线上的 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让同学签到 因为我的课60个同学 要一一点名有点困难 所以我只要针对那个 比如说 玉婷同学他没有来 或者是他有来 但是没有自己签到 好我知道你有签 你已经到了 我就帮你签到 有没有 看你有没有来 有好我就帮你直接签到 这样了解吗 好所以这样这样子 其实我们就只要关注那个没有到的就好了 还不错吧 自己点比较快嘛 好来来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待会用webbit去模拟的抢答 很方便对不对 所以各位有空来当学生嘛 没有啦 不是每个老师都这样用 好那你看哦 我们来开放抢答 等一下我们用bit做这个功能哦 有没有看到你上面有按钮了 哎呦 微轩果然速度很快不到两秒钟就把我按出来了 因为你知道现在在教学现场要举这一只手 通常手都很重对不对 但是往下按大家都很厉害 没错吧 因为你们都现在上课是不是都低头 对嘛 所以看不到老师 好所以你看 哦我们的微轩第一名 对不对 Anamius第二名 哎对你都可以继续 那对老师来说 我万一既然是抢答 第二同学如果不会 我就可以找第二位 找第三位 找第四位 也没有都有出来了 这样简单嘛 而且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像这样子 哎我们 就是在后面都有那个时间嘛 哎你经过多久时间 按下去的 我们都可以一目了然 好所以这样子 就比较方便 当然其实这个平台还可以把题目送到你的画面上 好也很不错 好让大家体验一下好了 好假设在这里 哎我看一下好快快答好了 来问问大家 看看有什么东西你比较OK的 好 不要太难的 我看一下 好吧 这一个是 选择题 选择题 好我按一下 Play 好各位 有没有看到题目已经到你身上了 对不对 好我开放做的 请问 好请问 我们 夜忙 哎题目我现在再讲一次哦 夜忙是跟嗜椎比较好观 还是跟嗜感比较好观 夜忙是晚上看不到吗 对不对 好所以呢 你看我们在这边有没有就可以看到现在作答的人数是多少 那如果我把结果呢 我就打开 哦 选A的 A的就是我们左手边嗜椎的 选B的就是嗜感的 有没有 在我关闭作答之前呢 你都可以随时跑票哦 你可以可以再换哦 这样OK吗 哎你可以自己试试看看哦 只要我没有关闭作答 你就可以再换题 那个选项 好那我边讲解边说明 好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嗜椎细胞是比较少 嗜感细胞比较多 好那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台语 一句话 叫做 有没有 为什么要这样 逃生本能 我没有看清楚没关系 先逃命比较要紧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等你看清楚之后 要逃就来不及啊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小鸟啊 很多一些野生动物 只要风吹草动 马上就逃掉了 对吧 好那你看哦 嗜椎 它是负责什么 负责颜色的 所以你的色彩 是由这边感应出来的 那么嗜感细胞呢 是感测什么 亮度的 感测亮度的 所以你觉得哪一个 才是 叶芒 有问题 会 因为它的关系 有造成叶芒 现在很多同学 选的是A嘛 对不对 A的数量是比较少 那你应该知道 它跟我们的 看清楚有关系啊 颜色多一点 颜色少一点 是不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对不对 嗜感的话 是跟亮度有关系 所以到了晚上 到的晚上是哪一个 这两个 是颜色看比较不清楚 还是 亮度影响比较大 哎 待我现在提醒过之后 我要倒数三秒 要关闭了 不能再跑票了 三 二 一 好 好 不错 不错 终于 这样有了 没错啦 真的是四感啊 好不好 它跟颜色有关系 不是跟明亮度有关系 好 这些同学 终于你听得懂老师的提示了 有没有 你那里也会有声音 对不对 这些同学 把死不走 请多加油 这样你了解吧 所以我们 现在教学上 事实上有很多工具可以用 OK 好 来体验完了 体验完了 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来 回到这边 勾引 我们用bit 也可以做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类似的概念 类似的概念 那这个地方呢 就要牵涉到我们讲的 这个叫做MQTT 其实这个也是WebDuno的优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这边把它称作网路 那事实上呢 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今天我要跟网路上的 不管是WebDuno自己的设备 还是那个其他的设备 其实呢 我只要透过MQTT 我就可以把我的讯息广播出去 比如说你看现在有很多智慧家电 对不对 那我怎么知道 那家电现在状况 它就可以用自己去架设MQTT 那WebDuno本身 它就有一个 只是说我们用bit的时候呢 它本身没有办法去指定不同的伺服器 但是如果你是在Smart那边 你就可以指定别人的 这个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bit这边它是用在教育版 所以它这边就不让你改 只能用WebDuno自己本身的 当然你如果知道WebDuno自己本身的那个网址 跟它的帐号密码其实也可以透过什么 别的软体或者别的装置 我就切入到相同的频道去 这样了解吗 有点像我们广播 你今天切到这个频率 后我就听到你的这个广播的讯息 当然现在也有那种 WebDuno就是MQTT的server 它为了避免说有人会像我们那个无线电一样嘛 我切过去都听到 所以它也会有做加密 所以这个现在都有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积木在哪里 这个积木呢 你找一下在我们左手边 一样是扩充功能 对扩充功能 你找到有没有叫网路广播 就在这个地方 它就三个而已 有没有很简单 那我刚刚讲过因为在BIT这边 它是教育的面向 所以它就不让你去改 就是你的那个伺服器的位置 但是在Smart云端板那边 你就可以自己改 这是它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它的积木 一个就是负责向哪一个频道 发送什么讯息 然后第二个就是接收 还有你收到的讯息是什么 就从哪一个频道去接收讯息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其实还蛮容易的 那么本身呢 你也可以找一下 在BIT的发力里面 你可以看到在84页这边 BIT的发力里面有两个 就是MQTT的BIT 你去哪里找呢 看在你的右上角 有没有一个发力 好你可以找到 应该是属于物联网的入门吧 还是进阶我看一下 进阶 都没有扩充 好扩充的 对对在扩充这里 有没有这里有一个 还有这里有一个 有两个 一个是点怪兽 然后就广播 一个是 一个是控制 灯光颜色 一个是广播信息 他的这些范例啊 如果你有兴趣 也都可以按一下 有没有 就可以把它载入进来 只是他问你要不要取代掉 这个是我们礼拜二没有讲的 你看这里有发送那个 LINE的通知 有没有 这里也有 类似像这样子的 他范例其实都还蛮多的 这也是他的优点啊 那我先马进来 好你看 有没有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讯息了 所以 他的这个频道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命名 就是频道的名称 你可以像这样 这样是最简单的 我像某一个频道 发送 那我只要 大家 有切到这个频道的 就通通都会收到 广播的讯息 这样了解 你看他发送的是颜色 这样也可以 好那 这边就收到 OK 然后呢你看 LINE就把他收到的这个颜色 就把它显示出来 因为他发送的这个 其实是一个 颜色的代码 颜色的代码 像这样 我先执行一次 给各位看一下 你就知道了 好 那你看哦 那现在呢 如果按下绿色的怪兽 按一下 他就会 把这个 送出去 然后你看他不说话 就把它停掉 那等 一秒钟之后 会换谁 换绿色怪兽 再把它送出来的 讲出来 那你看一下哦 我按下去 有没有 现在是自己 用自己接收啦 所以你会觉得速度很快 好速度很快 那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把这个等待 我先拿一下 让他有点时间差好 等个三秒钟 再来 等个三秒钟 再来执行那一个 好 现在我重新执行 让你会看得比较清楚 好 按这个 有没有 发送出去了 那等了三秒钟之后 他就会从这个 这个地方 糟糕 因为过了三秒之后 就已逃不回了 好 他跟我们广播一样 就是说 我今天 同步 好我按下去 我发送出去了 那就好像一条河流 我今天如果 人在这里 人在这边 那么 因为呢 他还没有到嘛 所以我在这里 就可以听得到 可是呢 如果人在这里 他已经 我刚刚才进来 但是他已经送到 这边来了 很抱歉 你就不会听到了 就是超过时间的 比如说我们广播 是三点钟 现在四点钟才进来 我们的节目 之前的 你就听不到 这样有没有了解 那个概念 所以 用MQTT 这样的 通讯协定 他最重要的好处 就是说 他的封包的 那个 大小 会比我们现在网页的 我们网页的叫 http 对不对 这种网页的封包 他比较大 而且他怎么样 我传送过去之后 你要跟我讲 你有收到哦 那我才会在 就是 传另外一个讯息给你说 他需要来来回的 但是我们MQTT 叫做 像我们那个武器系统 有没有 射后柄 就直接发射出去之后 我飞机就可以离开了 因为就由他自己 去这一种目标 不用 就是飞机这边提供坐标给他 那也因为这个特性 所以他是具有一些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我今天收到了 应该说发射出去 我没有办法确定 对方也没有收到 除非说 我收到这一桩 还要传讯息回来 然后告诉他 我确实有收到这样子 不然的话 就不会像我们一般HTTP的这种通讯协定 也就是说发过去的就过去的 那因为我们 一般会用这个 用在物联网上面 为什么 因为物联网上面通常 频宽 电力 可能都是一些问题 所以尽可能的让他减少这个风包的大小 还有中间确认的过程 比较能够确保就是资讯的传递的顺畅 而且因为他通常都是比较小 所以他的处理能力也相对会比较怎么样 比较弱 那你处理的机越多 是不是相对也越耗电 所以说这些是MQTT 他就是专门为了我们这种通讯 在所谓的物联网的通讯上面 比较方便的应用 所以我把这个部分先简单跟各位解释一下 那你就会比较清楚 那我之前呢有写过一些文章 就有介绍说 比如说你看用MQTT去做到网页的真正同步 他因为Oberduno本身 他的这些设备啊 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的 那讲解完了 马上体验看看 好不好 所以呢 你看到简报的86跟87 86页是我这边组矿端 我把这个87的网址给各位 好来我把它丢给你 请你打开之后就把它执行 等一下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程式简单跟大家讲解一下 它的写的这个概念 好这里我打开 OK那我先来介绍一下就是使用方式 好那你来看一下哦 这个是哎有写错啊 这个是你们你们执行的 那这个是我要执行的 也就是这边是当老师的 哎这边是当老师哦 好那你看一下哦 我的频道跟刚刚你说看到范例写法有点不一样 我是用这样子 那这个方式啊 它是我前面呢 有一个频道名称 有没有 0720用今天的日期 可是我后面还有一个斜线 那后面这个呢 我们就称作主题 应该说订阅 好就你订阅的 好像我们订阅那个 那个YouTube频道那种概念 也就是说我今天前面我的频道名称 我可以只设一个 然后我透过不同的主题 就有点像我们那个档案总管 我有一个资料夹 那这个资料夹下面呢 我可能还会有两个指目录 可是呢我只要一个频道就可以了 也就是我把我的频道下面再细分成 指频道 指频道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用 所以你看呢 我有用两个 一个是叫做斜线MQTT的主题 一个是斜线Play 有没有 像这样子 好那所以说呢 我在这个地方 我会你看我这边有写 一开始我先把这个怪兽通通恢复 然后呢 老师如果还没有按开始 你看我刚刚 在欧凯南教室这边 我们在做抢答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一个开始 对不对 而且还有倒数三秒嘛 那我如果没有按抢答 就没有意义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这个地方就是 先设定一个这样的状态 游戏是零 就表示还没有开始哦 好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点击了黄色怪兽 我就准备要开始了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你看我像频道 好这个MQTT的0720 好这个频道里面的这个主题 发送一个讯息 A表示我准备要开始了哦 所以我这里有做一个倒数计时 有没有显示I这里 321 而且呢怕你没有听到 所以我还加上一个B的声音 哎 那 好了之后呢 哎 等到要开始了 我就 显示一个 有没有在这边 我去显示一个笑脸 然后设定游戏开始是1了 本来是0嘛 预备 对不对 1就要准备开始要抢答了 所以我就 等各位 把你按过来 就是你按下去那个怪兽 好那你按下去之后呢 我这边就收到啊 对不对 所以我把收到的 你按下去之后 我收到的这个讯息 我就把它放在一个阵列里面 抢答的成功 好 然后呢 我这边 这里 抢答成功之后 在这边 来你看这里 这里我们就 发送一个讯息出去 表示已经 因为刚刚在这里 是告诉你准备要开放抢答了 当这个讯息出来的时候 就表示你那边的按钮可以按下去了 好可以按下去了 那我就来接收 这样了解吗 好就来接收 然后我就会把接收的 就把它放到正列里面去 当然只有一个人会抢答成功嘛 第一名啦 那但是其他的呢 那但是其他的呢也没关系 我会把它列出来 就把用自算的方式 把它从这个是真正第一名的 好 然后呢 我会把这个收到的讯息就这样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 好没关系 反正等一下你看就知道了 那你们的那一端呢 在这里 那一端 你看 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在欧函端教室这边有做什么事情 你是要先做一个登录的动作 是不是打一个名字 所以你看哦 我们在WebDuner里面 在bit 我也可以让他输入文字 就是打入你的字 那在这里有一个对话框 这个在哪里 在我们这边有叫侦测 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对话框 所以我们可以让使用者输入文字内容 那输入之后 这个他就帮我们记住 好 就帮我们记住 所以等一下呢 会在下面 会让各位输入 那你输入之后呢 我们就等 有没有 等那个广播哦 广播说 哎 哎 哦 我传送一个讯息过来了 准备了哦 你的登号也会开始有倒数 等倒数完了 你就会收到B 这时候你怪兽就可以按下去 表示开放抢答了 这样了解 然后呢 当你按下 这个红色的怪兽 有没有 待会你按抢答 是按红色怪兽 他就会把你刚刚的名字 你看我刚刚有把名字 是设为你输入的 然后呢 你的时间 为了取信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把你的时间也一起传送过来 这样了解吗 好 那因为呢 不想让你 按很多次 所以当你按完了之后 你的蓝色怪兽就会不见 所以各位知道为什么 今天上课的时候 我的蓝色怪兽会不见了吧 因为我在玩这一个 好来 我麻烦各位 你帮我执行一下 好不好 刚刚那个 就是你的client run的部分 好 然后呢 我这边 来 我把它放到旁边 我看一下要放哪里比较好 因为 很难看得到它 好 先放这样好了 好 然后 你看 你执行了之后 在下面有没有要输入一个名字 所以要请你先输入一个名字 这样待会你才有办法送出 不然你只能看我们玩 好 所以请你先把名字打进去 好 我会让他先讲出来 那 现在呢 我 老师这一端 我要来执行 不是这个 好 这个关掉 来 这个 好 老师这一端我要执行 好 那因为呢 我现在只有执行 来这里 这一个 已经有人帮我按了 所以这不是我按的 哈哈 好 好 那 我都还没有开始抢答 你们 你们都按老师的 你们都 把我偷按老师的 我按黄色的哦 我按黄色的 有没有 你们都还到什么记得 对不对 然后听到啪啪 就表示那个B传送过去了 好啊 灌如有没有 灌如第一名有没有 你看我再按下去有没有 teacher有送出来了 这样了解吗 可是 后面就是 送出来的时间啊 所以当然是 时间比较少的 第一名嘛 所以就是我就找第一名 这样有没有了解 所以你可以 再试看看哦 来 好 我重新执行一次哦 记得你一定要先把你的名字 先打进去哦 哎哎哈哈 已经有人有人在送 好也好也好 没关系 来来来 反正你可以帮我按 哎对对对对 有没有 你只要重新执行 因为我在克兰端那边有设定 你按过之后 他就隐藏 所以你一定要停止程式之后 重新执行才有 这样了解 可是因为我这边 没有清掉啊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就有重塑的 哦 阿猫 哈哈哈哈 对不对 很好玩嘛 对不对 我没有MQTT也可以玩这样子啊 好 来 你看我在 我清掉我们重新开始 哎 还没有自信了 再一次 好 所以我就会把这些清掉 然后按一下 好 你的有亮了 强达 对不对 看谁第一名 哎没有人按啊 哈哈哈哈 哦有有有哦 哦 他按了很多 哈哈哈哈 好 所以你可以像 这样子 我们就会知道说哦 原来是 像这样子 好 就可以 接收进来 虽然其他人还可以继续按 但是不会影响到第一名的地位好吗 因为第一名永远就是他的哦 因为他第一个送出来 这样有没有了解了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MQTT一个应用的方式啦 那我觉得说其实 因为我们都用模拟器嘛 哦 你可以像这样用 那如果你是用 Smart那边 你就要看 反正你只要是用Webduno自己的server 那就看你们频道哦 有对 对上了 那就没有问题 彼此就可以沟通 这样 OK吗 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来模拟就是我们这种 就是线上课程 好 还蛮好玩的 沟通方式用权杖没有啊 这完全没有权杖啊 只有MQTT啊 你把它想就像你在听广播一样而已啦 嘿 我只要 就是你要听这个节目的 好 你要参与我的 只要进到这个频道 就OK了 切到这个频道的频率 那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跟LINE 其实也雷同啦 你说权杖也 我们的那个频道号码就等同是权杖 所以呢 我有这个权杖的 我就可以怎么样 发送 只是我们 刚刚那一种是一对一的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 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用这样子 对啊 有连结就可以啊 或者应该这样讲 就是城市 你有执行就可以了 嘿就可以 那至于 如果 它是晚到教室的 那就 假设我刚已经有人先按过了 那它比较晚进来 它就听不到 这样了解吗 这个有点像我们在那个Google Meet的讯息 今天比如说博云 他把我的简报网址给各位 那你比较晚进来的 你的讯息里面 这个聊天里面是不是就是空的 所以你看 每次我们那个简报档案都要贴好几次 就有点类似这个概念 这样了解吗 这样没问题了 所以这个范例我觉得也蛮好玩的 给大家参考看看 谢谢大家